所以无名熏习义有两种 接着又来谈 从根本熏习 还有枝末熏习 又把这个三系六出有妙 又给他做了一个区块的分解 他说啊 他说无名熏习有两种意思 那两种 一者根本熏习 已能成就 也是一步 他说一者无名妄想心的一个习熏 从内顺时中往下熏 他就成就了我们根本无名 还有枝末无名 根本无名叫做什么 叫做一品身相无名 然后衍生出了什么 衍生出后面的二系六出 那些都叫做枝末无名 那我也可以讲啊 我可以说 依着志向 如果我只有列志向相续相 讲第七世跟第六世的关系 那第六世的无名 不是依着第七世而来吗 所以根本跟枝末 他是做一个比较来划分的 我们就不用很坚持 那边讲根本无名 是什么 是所谓的无名妄心 这边又讲根本无名叫一品身相无名 那到底哪一个是对 两个都对 他以这个三系六出来定根本跟之末的时候 就以一品身相无名为根本 根能身嘛 能身之末 如果没有那一念不绝的无名夜相 何来后面见相现相 志相相续相 持取相 记名此相 都没有了 所以以这样子做一个比较 一品身相无名叫做根本无名 可是如果把一品身相无名 拿来跟无名妄心做比较呢 各位前贤 那一念的一品身相无名 从哪里而来 从无名妄心而来 没有无名妄心 何来一念不绝啊 一念不绝代表心动嘛 那如果这样在解的时候 谁是根本无名 无名妄心是无名 那一品身相无名 叫做知莫无名 所以名相的东西 是相对而立的 你不要太过坚固执着 一坚固执着 你读佛经你就累了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到底哪个都对 都对啦 所以根本无名 它的一个讯息 就起了无名夜市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所谓的转世跟现世 这个夜市就指什么 指三细相 谈我们阿赖也女 那个三细相 然后所起敬爱熏喜 能成就分别世事异故 这是谈 对应根本无名 那所谓的知莫无名 就是见死而祸 第六预示 因为前面的根本无名 妄心起的三细相 包括智相 相续相 它都是比较细的 与我们习习相关的是 知莫无名 是见死而祸 见死而祸 可以助长我们的直取相 让我们一听到 那个名称的时候 我们就小鹿 蹦蹦跳 不然心动啊 所以所起见爱熏喜 成就分别世事 分别世事事谈第六事 他就强化的第六事的主观意识 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以自己的思维 自己的角度 作为取决的标准 我们没有办法回转过来 听听别人怎么说 看看别人怎么做 异地而处 有一个同理心的发生 主观意识越强的人 眼里没有别人 他不是故意的 他被无名给左右 让他看不见别人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讲 活归欲录的时候 不是有讲到其中一节吗 我们学到的人 要缩小自己 要放大别人 这个叫做缩小自己 叫做韬光养晦 把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把它缩小了 我们才有多余的空间 多余的眼睛的余光 看到别人的存在 去听到别人的一个需求 感觉到别人的心里的想法 缩小自己 其实就是淡化无名我之 所以根本见其 根本无名其 见思二祸的滋末无名 他会反心 我们的无名心体 那个无名心就是 无名妄想心 强化他的执着 对眼前所遇到的一事一物 我们就牢不可放 所以形成分别 按照境界的变化 我们起了种种分别 成就分别事事 就是强化你第六意识的作用 所以见思二祸要淡 破见思二祸 就断什么 断第六意识 断了第六意识的同时 也就把第七识的 分别法旨的相续项 你也把它扫掉 所以阿罗汉不是没有进入定七识 他有 但是他是淡了相续项那个区块 他的巨身的法旨 巨项他没有去掉 所以综合而言 我们溜到了一个 不断的投出投没的 一个轮转 细的不要看 近的就是眼前的近 我们从知末无名开始破除 都是由境界所带给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一个影响 所以眼前在学到修行的 初步入手功夫 我们一定要学会看破一件事情 凡世间所有相皆是虚万 缘起看似有 但是是假有 因为他有时间性 他最后的结果 必尽空无所得 你处得人世间的一切的虚花假景 你看到的人 不论跟你的关系轻疏远近 你拥有的物质上的东西 不论现在你多你少 眼前看似你是他的主人 可是各位亲戚 终究有那么一天 两手一摊 你走你的阳关道 他过他的独木桥 无一物与你相随 顶多钱都买一个大棺材 给你躺在里面 大棺材躺在里面 你乐于躺吗 假如有知觉 同一个知识躺在那边 好像也很累吧 没有关系 我去把它烧一烧 用一个纯金的罐子 把我放在里面 你们用塑胶罐啊 用陶罐啊 我用纯金的 你用纯金的 各位前贤 你就乐意让自己 躺在一个七乌七马黑的里面 然后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密不痛风 有人的骨灰罐会打开瓶盖的吗 没有吧 不见天日就窝在 那么狭小的空间里面 想一想都觉得 有一个忧避症产生 你说啊 不要讲这些啦 那个是色身啦 我飘飘在天堂 我很喜欢你飘飘在天堂 但是访问一句 有几分把握飘飘在天堂 你飘多久 心性的无名没有去化 外面的善业做多了 做过土地公给你飘三十年吧 了不起飘两百年 你不能更多啦 那飘完以后呢 飘完以后又再来 十丈红尘有庙 又开始做了 又开始人生的悲欢离合 滑不来啊 你常常想滑不来 我常常就思维这些事情 我的人生走了这么一辈子 还没有走到一辈子啦 不要这样听错了 就以为明天要走了 我不是讲给你们听 我讲无形界的 还不到时间走 人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回味过去 我个人是觉得 乐多于苦 我自己本身的遭遇 可是当年 现在我所谓的乐 当年我在亲身经历的时候 我从来不觉得乐的 我学昨天提嘛 小时候帮父母去外面 摆摊子卖面 那个暴风雨 有没有 在吹息 看不到客人 那个心里面的焦虑啊 因为东西坏了 成本就增加 你看到爸爸妈妈的那种 烦恼的样子 你心里就急啊 东西没有什么好的储存 不像现在冷藏箱嘛 就是冰块当冰箱 它会坏啊 所以暴风雨的时候 你不但要拉住那个棚子 你最怪的是 没有客人上门 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有几个认为很乐的 我当时不觉得乐 我什么时候发觉 它是一件乐事 我在回头写我的木制名的时候 把我的人生做一个总结 我发觉我最怀念的 是小学五年级 跟着父母 在吉林路摆摊子卖面 经历了十多年 跟着父母一起成长 它是我的乐事 可是当年在处在近的时候 我乐不起来 那你当你觉得乐的时候 那个镜已经没有了 养儿育你是乐吗 生的那一刻觉得还蛮乐的 看到一个人被你生出来了 没有生到小猫小狗四肢健全 我真的很高兴 可是后面就很累了 传染病一流行 希望能够塞回去 他一哭一闹 希望塞回去 然后他的独立自主越强 我就觉得苦 你仔细这样一想 人生真的苦多于乐 他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让我们有机缘走进修行的路 把自己这一段的过程 凡事必有前因嘛 我嫁什么人 我生什么人 我做什么工作 我赚什么钱 各位前嫌 皆有硕定啊 你怪不得人啊 你不要羡慕人家有的比你多 你要问问自己 这一生里面 如果没有修 这一生的苦 是不是延续到未来 我不甘心 我很不甘心 我的人生这样过 尤其当我们觉得 对我们的长辈 有所亏欠 有所亏欠 当我们觉得 对子的儿女 还希望有更多的爱 可以延续下去 那只有修行 而修行就是 把所有眼前 能放先学会放 放很难的 惯性嘛 惯性是顺流而下嘛 修行就是什么 要打破惯性嘛 要逆流而上 从来没有简单的 可是不踏出第一步 就永远顺行成鬼 那我希望得到快乐 所有就永远 只是成为希望 希望不会成为具体的事实 反反复复遇到一些 很难割舍的境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出来 就开始进化自己 久而久之有没有 你就能很坚定的 踏出那第一步来 你不从这个地方 根本上去看破 看破各位前嫌 绝对随境流走 顺境里面流连忘返 昨天用技工老师讲的嘛 对不对 懒得修 逆境的时候 没时间修 不顺不逆的时候 没必要修 只要眼前不坚固道心 这未来顺境逆境 不顺不逆 都会让我们的道心 在不知不觉里面 灰飞燕灭 打回到凡复地的原型 所以初六道深思 说容易就是能够 当机立断 该断即断 说不容易就是 违反我们的人情 我们的思维的模式 我们的行为的惯性地理 可是踏出去了 也就没关系了 外面的境是虚妄的 这个腹肌母血和和的东西 它也每一天都在变化 日趋劳迈 我再也不能够左右我的身体 去做出以前我年轻想做的事情 我想去爬101大楼 但是我爬到20楼之后 我就已经喘不过气来死掉了 我也想参加马拉松 但是我的两个膝盖可能支撑不了了 我什么都想做 可是现实告诉我 你的身体 你的肉体已经老化了 从外面的境的看破 叫做法无我 从这个深的看破 那个叫做深无我 要看破法无我 深无我 要先去我们的什么 心无我 那个主观意识不要让他掌握权力 当我们把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了了分断生死以后 你还要再面对一件事情 何来涅槃 何来生死 自信本不生灭 自信本来就藏了我尽 谈修是幻明 弥则有修 物则无修啊 所以你对于自己所修的那个境 也没有单一了 于是从先破旺 到最后 对旺立的真 你也知道 它是一个旺境 把那个旺境 也理所当然放下了 各位前写 你的一切总之就现前 大元进制 就能起不思议的业用 但是一定要从 简单的开始 所以智分三种 修行以天台中来讲 智慧分三种 最初阶的 观一切尽 皆无自信 当体即空 缘起信空 万法皆空的意思 这个叫做空观 在我们解心经的时候 后学把这三观 已经放进去了 所以来不及超 回去看心经啊 心经就合在 金刚经的后面 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注尽 第一个先看后这个 就出三界六道 正一个阿罗汉国 第二个 虽然万法皆空 但是万法从 生到柱到义 到最后灭的时候 它有一个停留的 一个时间性 这个叫做缘起甲有 那个象会灭 但是能生那个象的 那个体 它没有灭 你要把那个所谓的 无名给灭掉 那个本体才现前 然后每一个众生 在累积的轮回里面 它造作的因缘不一样 它来到人世间学到 你要投给它的药方 就不一样 我了解每一个人 背后的那一段 因缘的故事 我才能够恰恰好处的 投给它需要的方法 要如何能够了解 它很容易嘛 一个人的尖酸刻薄 就是表示自私自利的我值 一个人物质环境的一个匮乏 就表示过去不曾在财务上 与人方便 一个人健康 不如自己所想 常常在生病 他的饮食习惯有问题 一个人愚痴 是在于他对于真理 他不接受 正之见没有 邪之见 他照单全收 世间的人 无非就是圣贤 与不孝 世间所处的物质环境 无非就是贫富贵贱 世间人的色身 无非就是什么 健康 不健康嘛 大家都离不开了这些啊 所以你一望及之 这个人过去生欠修什么 他欠修的是 现在你要去补充的一样份嘛 你还需要神通 不需要吧 这不都经书教我们的吗 那当然更隐为的 隐为的一个观察细腻程度 就看你自己的 会光显现了多少 这些就是缘起加油 这个如果了解了 众生的一切的 所谓的缘起加油状态 我们就开道总治 就可以对应 这个所谓的学道人 给他适当的方法 加以引导来成就他 然后空观开一切智 假观开道总治 到最后的时候 你悟出一个道理 像登地菩萨就悟出来了 一切法从心向身嘛 观一切记及一切心 所有这么多不同的 禁从哪里来 从那颗心在一念不绝 无明的左右之下 他变现出来 他不空 为什么 他也不假 因为他的心体不假 无明是妄想 但是无明依着那个本觉离体 本觉离体不空也不假 本觉离体是离开因缘的 所以非空非假非因缘 是指那个本觉离体 无明依着本觉离体 而起的一些的用 但是也非不因缘 可是本觉离体 预缘要启用 有没有障音拖远 他都有 他也没有离开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谈用的区块 你了解到这一点 静则静如 心则心如 在一切心跟静 相对的时候 如什么 就如其本来 我的本来是什么 真心如如不动 这个如就是如其本来 就是你的真心在做主 你悟了 也修到那边 震入了 水到渠成了 到这个时候 就把最初的一品 生相无明 连根给净化掉 他就称之为一切种制 是真正的公元果满 转世成制 大元进至先前 这是我们在讲 修行的内观的过程里面 他的一个次第的 离有顿悟 势必践行 所以不用看得很高远 入手的方法 不用太过于什么艰难 就从最简单的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愿不愿意 饶过你旁边的人 你愿不愿意 把身边的事情 不论顺的 不顺 不论腻的 事过境迁 不要再缠绕你 你饶得过人 你放得过世 跟城相遇 就不动心了 那饶不过人呢 挨债必报 放不下事呢 事事耿耿于怀 背负了这么多的 无名 妄想分别在里面 六道轮回 出不了 所有的项目 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 所谓的空中花 水中月 虚幻不识的 然后再缠绿 再缠绿